台北公司法定法定 台北公司法定法定 穿上黃色背心 台鐵企業工會發起抗議集會 號召上千名工會代表 從台北車站走到立法院 一早就到車站 大喊訴求 批評政府推動台鐵公司法的做法 是假改革 認為已經送到立法院行政任版 國營台鐵公司法條例草案 沒有經過協商 就想過關 攤開公司法官方版本和工會版本來看 資產和債務兩大癥結點 政府認為部分鐵道隧道土地 留給政府再租給台鐵 但工會認為資產應該全流 不作價移轉 而四千多億的債務 政府規劃用公務預算撥兩百億元 並用台鐵三筆土地成立常債基金 但工會希望政府承擔把債務清零 台北車站另一頭重視勞方權益的台鐵 產業工會也發起抗爭活動 也要求送出勞資正義調解 實則上是根本沒有溝通的 讓我們用行動來停下政府這輛施速的改革列車 交通部希望台鐵二零二四年一月掛牌 對此工會批評根本沒有共識 卻已經有了掛牌時間表 台鐵總體檢一直是外界關注焦點 如今拋出公司化議題 面對工會的反撲 讓交通部長王國才有苦難言 王國才表示作為常債基金的土地只足不賣 但想藉此說服工會可能還要努力 工會認為公司化並不是萬零單 負債應該由政府負擔 但是改革是在必行 如何讓台鐵這家百年老店往前進 還要考驗各界溝通的智慧 華人新聞 徐玉環 黃昭聖 吳三宏 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品薛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嗎 一定要趕快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